加长林肯 这着实让人觉得遗憾 曾经疯狂无限的加长林肯 为什么会落得如此的下场呢 为啥十万元的车都能进二手市场 两万公里加长林肯 却只能拆了当废铁 背着那么没有人愿意购买 其实加长林肯还是有人购买的 只是购买的人非常的有限 仅仅只是一些婚庆公司来购买 而一个婚庆公司为了盈利 自然不会购买太多的加长林肯 不得不说市场太狭小 加长林肯只能拆了当废铁卖 不如十万元入门车让人心痛 再者就是加长林肯存在的一些缺点 他因为体积较大 所以这样的庞然大物在停车的时候 也需要占几个位置 在道路比较窄的地方 他就无法动弹了 其次就是因为体积大 所以油耗也是极高的 婚庆公司能够通过收费的方式 来缓解高油耗的压力 那个人如果购买 就实在没有回本余地 有车一族都会有这样的抱怨 那就是一年下来 汽车的保养费实在是太高了 那么对于加长林肯来说 他的保养费自然也是极高的 人们出于这一点的考虑 也自然不会购买 最后就是驾驶加长林肯的驾驶证 比普通车的驾驶证存在着差别 一般人拿的驾照是不可以驾驶这款车的 所以人们出于事情的麻烦程度考虑 也是不会购买这款车的 综合来说 人们出于多种原因的影响 都不会选择购买 加长林肯 即使他外观精美 十分的气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